大家吉祥 源自佛教的成語淺解小緝成語分享 今日和大家分享的成語是盲人魔障 成語是出自列盤經和長安含經卷十九 以上提及的經典有一則故事 一群先天失明的人不知道大象是甚麼樣子 有一日國王就命人拖離一隻大象 等這一群盲人能夠了解大象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動物 國王就吩咐這一群盲人圍繞在大象的四周 國人就用手去觸摸大象的身體 過了一陣國王就問盲人 大象是怎樣的呢 不如你們講來聽聽 這一群盲人就將他們摸象的印象 和對大象的認識就告訴國王 摸到象牙的就說大象像蘿蔔 摸到象腿的就說大象像收雞 而摸到象尾的就說大象像一條繩 最後他們各自都自以為是爭持不下 對大象都有自己的看法 比此爭吵到不可開交 誰都不能夠在爭辯裡面獲勝 盲人摸象是形容對事情只是看片面 未能夠全面理解的意思 原先是用來引用眾生迷昧真理 不明佛性 故事裡面的大象比喻真理佛性 盲人比喻我們人類眾生 真理是慎心而請傲備 如果不是有銳利的智慧 和長期收持的聖者 是不容易徹底體驗正悟 佛陀親身體悟了真理 對大眾講出了種種正悟的方法 而這些教法 收藏在佛教的三藏十二部經典裡面 我們應該深入經狀多作學習 不要以自己的有限認知 就認為自己所修學的法門是最好的 這個成語也都比喻一切無名的眾生 不知道一切法的實意 而相互是非真論和互相誹謗 也都用來比喻修學佛道者 驅禮於佛經或者祖論等文字言句的一邊 而不知道佛法的全面 不能夠適時地靈活運用 而在盲人魔障這個成語 我們就可以學習到 在學佛的層面上面 需要我們認識到自己的不足 不斷地改正自己的缺點 將所學到的佛法都能夠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上面 長期以往 我們所學到和所獲得的就會更加好 在生活裡面 我們很多人都會因為自己的經歷 學識 而看到事物特殊的一方面 但是就忽略了其他的方便 要知道世間有太多的假象和令人迷惑的事 在處事的時候 很難做到事事明辨是非 所以沒有真切理解事情的真相之前 我們不適宜以遍該傳而妄下定論 要講學當文 看事情不能夠只是看表面 處事要全面性地了解 這樣的處事方式 生活 自然、煩惱和執著就會慢慢減少 歡迎你將今天的分享 轉發給你的親朋好友 並繼續收看 在《源自佛教的成語淺解小輯》的成語分享 祝福大家 平安無患 幸福安穩